《黑暗荣耀》还有第三季吗? 因为网上真的疯传,《黑暗荣耀3》将于2024年回归, 甚至连主演之一的李道县受访都没有说死。 只能说第二季的开放式结局实在留下太多悬念和空白, 叫观众还想继续爽下去。 由宋慧桥、李道县、林志妍主演的热播剧《黑暗荣耀》至今依然话题不断, 也间接成了家喻户晓的国民剧。 话说,大家对第二季最后一集中,周汝正在监狱里面诊的那位犯人有印象吗? 他正是《机智医生生活》里《精卷弯》的弟子徒才学演员丁文胜。 日前通过Netflix官方YouTube上传的剧情解读的影片中, 金银书作家就有提到关于第三季的制作的消息。 而这也让网友们开始好奇丁文胜客串的原因, 日前,Netflix官方YouTube上传了以《黑暗荣耀2》剧情解读为主题的视频。 当天的录制嘉宾除了有郑成日与霸凌团成员朴成勋、 金赫拉、车珠英、金剑鱼以外, 还有金银书作家亲自解答剧中的谜题。 在影片中,金银书提到了关于第三季的制作, 在第二季被送入真空待惨死的金剑鱼请求作家让他复活, 还表示第三季如果没有孙敏无,会少了很多灵魂。 第二季的开放式结局,实在留下太多悬念和空白, 观众们也很想看白切黑的周辱正会如何耍起这场剑舞, 文东恩最终有没有当上建筑师, 毫无悔意的朴连镇还活着。 姨母江贤男最后收到短信, 是代表又有新任务等等的伏笔将成为《黑暗荣耀》, 第三季的关键, 今天就和课代表来看看那些有可能是为第三季埋下的伏笔吧。 伏笔一,周辱正怎么折磨江永天? 《黑暗荣耀》, 倘若有第三季, 看周辱正和文东恩怎么联手折磨江永天, 当然是重中之重。 许多人都认为, 剧中坏的没有一丝理由, 最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三七二四江永天, 因为他只是看到周辱正一家人太幸福就杀死了他爸爸。 偏偏,江永天被判死刑还死不了, 韩国没有死刑, 毫无悔意地在监狱过得舒舒服服, 还输由头, 甚至有减刑出狱的机会。 然后, 私下还不断写信给周辱正, 复述当年的杀人心情, 简直叫人看得快吐血。 因此当第二季最后看到周辱正, 文东恩一起走进芝山监狱, 可以报复江永天时, 真是大快人心。 但这样怎么够, 还得让观众眼睁睁瞧见三七二四被搞疯进入地狱, 不能像现在这样幸福才成。 而且, 周辱正也必须展开心狠手辣的白切黑手段, 让观众看个明白才够。 此外, 结局居然还有演员丁文胜惊喜加入, 协助周辱正复仇, 令人好奇剧组为何会邀请他客串, 莫非是预告下一季有他加入。 短暂出演的丁文胜在剧中饰演的, 是因特殊暴行罪入狱的犯人, 如果有第三季的话, 相信他将是周辱正在狱中的神队友。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中, 在文东恩的陪伴下周辱正终于鼓起勇气直击杀父仇人江永天, 他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自愿申请到江永天所在的监狱为犯人们治病。 得知是周辱正帮助自己妹妹做修复手术的丁文胜表示很感激, 但他现在的情况无法负担妹妹继续到整形医院做激光的费用。 然而这也达到了周辱正想要的目的, 他让丁文胜以另一种方式替他折磨江永天, 丁文胜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加上只有他一人跟剧中的多位主演没有直接关系, 面对这样的安排让大家都提出了疑问, 也纷纷推测是否有第三季。 伏笔二,文东恩如何当周辱正的刽子手? 被校园霸凌的文东恩,18岁被迫退学, 办公半读好几年终于考上大学, 接着考上老师。 在37岁复仇成功。 当他决定放弃自杀后,便开始了新的人生, 从他写给房东奶奶那封信可以看见, 画面中的文东恩已经走进校园念建筑系了, 结续他18岁时的梦想当建筑师。 但也不得不大赞,文东恩的学习能力实在有够强, 在念建筑系的同时,还能为了帮周辱正复仇, 考上监狱讲师。 当一想到,以他的聪明才智, 在第三季继续策动刽子手计划, 让恶魔3724不得好死, 肯定可以让成为御医的周辱正, 以及所有观众大吐怨气吧。 况且,在一、二季,文东恩制裁的都是坏人个体, 整个体制依然没有改变, 上层阶级依然在上层,校园暴力继续存在。 像贤男大婶那样,需要文东恩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黑暗荣耀没有第三季, 未免太可惜。 伏笔三,江贤男的新任务是什么? 第二季最后,大家本来以为贤男大婶在丈夫死后会处理房产, 飞往美国与女儿团聚,结果居然不是这样。 就看到大婶一点一点的清扫家里, 意味着清理过去生活的痕迹, 随即开了一间小菜店过活。 这也代表梦想终归是梦想。 大婶在跟过去告别后,终归要面对现实活下去。 去了美国,她语言不通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给求学的女儿添麻烦。 与其去美国做吃山空, 不如在韩国做小生意赚钱, 供女儿读书的同时, 又能开启新生活。 但大婶毕竟是有间谍天赋的, 后来收到文东恩成聘保姆的短讯时, 整个人再次发光, 涂上口红迎接新任务。 所以倘若有第三季, 谁不想看最强大婶在就业, 而且好神秘, 她到底要去帮文东恩做啥事? 伏笔四, 嫖言之恩会改过自新? 嫖言真失去了丈夫, 孩子, 工作, 还被恋人, 母亲背叛, 在监狱里被霸凌屈辱地活着, 但这样的结局, 大家满意吗? 或者嫖言真会改过自新? 毕竟她还留下一条命, 难道不会再想办法向文东恩报仇? 更何况, 文东恩去探监时, 都暗示她是被冤枉的了。 还说出, 我希望最后, 不管我再不在这个世上, 你的世界里满满都是我, 希望你活着呼吸的每时每刻, 都有刺骨的被冤枉了的感觉。 再加上, 她的前夫和女儿还在外面, 同样入狱的妈妈, 难道只有那个警察听次长当靠山? 细思极恐, 嫖言真想翻身不是不可能。 伏笔五 何道英真与嫖言真恩断一决。 连扮演何道英的郑星一, 在剖析这个角色时都表示, 何道英非常非常爱嫖言真。 这从她在第二季, 一直给嫖言真很多次回头的机会, 可以看得出来, 只是嫖言真不愿意, 才让她彻底放弃, 这不叫爱情什么叫爱情。 虽然何道英在第一季曾说出, 与嫖言真相亲时, 因为她穿得少, 穿着名牌而注意到她, 让大家以为她只是娶一个花瓶回家。 但事实不然, 单是一个花瓶主播, 并不能给何道英带来多少经济效益, 其中肯定也包括爱。 而且, 何道英知道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后, 还那么在乎女儿, 应该就是因为在乎孩子的妈, 那就是嫖言真。 甚至, 她还曾想让嫖言真陪着女儿一起出国。 且每次吵架嫖嫖言真无所谓, 都是何道英先红了眼眶, 即使都确定离婚了, 她也要亲自去监狱盯着嫖言真看。 不得不令人怀疑, 既然她已经解决了那个有可能抢走女儿的全在郡, 她会千里迢迢带着义律, 从英国回到韩国一家三口团聚, 或者心软去救嫖言真。 不过这些也是推测啦, 还是有部分网友表示, 剧情到这里就好, 不要搞复活, 留下一点悬念, 或遗憾, 也不是什么坏事。 倘若经营书一家, 将周汝正复仇的故事线, 作为黑暗荣耀, 第三季主轴的话, 想必观众们还是会很感兴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